大家好,我是谢尔蒙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饿龟的做法与吃法 今天给朋友给送了两个龟,这一个是7斤,这一个是11斤半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饿龟的品种 饿龟是现存最古老的排行动物,世界最大的淡水龟之一 由淡水动物王者之称,分为两个种类,俗称大饿龟与小饿龟 大饿龟又称真饿龟,产自北美洲,美国东南部 小饿龟又称泥饿龟,有四个亚种 分别是北美、佛州、南美、中美,常见的有北美和佛州 其中佛州因一些人为的原因价格较贵,因体型大而攻击性强 除了短尾饿,较少有天敌 曾由于人类的猎杀失去息息地,被世界保护联盟列为异威物种 饿龟不是咱们国家的保护动物,因为它不是中国本来就存在的 它是外来引进的,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咱们这种就属于小饿龟,它是人工养殖的 因为小饿龟引入中国并人工饲养获得成功 其体状多少也文明于是,在中国它们叫肉龟 是龟类中的珍稀极品,具有出肉率高,营养丰富,生长速度快,经济价值高等特点 它的出肉率具有龟类自首,它的肉质比较细腻,鲜美无异味 而且它的滋补作用非常的明显 它可通人脉,蛀羊道,补阴血,易经气,凡酒病后,精血亏虚 疲劳乏力,虚劳咳嗽,均有显著良效 也特别适合产后进补,贫血,失眠和脑力衰退者使用 普通的做法有包龟汤,红焖恶龟 因为在中国普遍的好多恶龟有当宠物养的 拍摄期视频的目的是征求大家的意见 因为有一些朋友是把鳄龟拿来当宠物养 有一些朋友喜欢吃鳄鱼的美味 在这里征求大家的意见,看是杀是不杀 是下期视频给大家展示不展示鳄龟做成美味佳肴 取决大家的建议,欢迎大家积极评论留言